手部清潔 不敢剪 我怕你疼 我不太敢剪 不愧你剪出血 有点疼 我想给你那个缝剪回去 就是它那个有个小肉条 你看着没有 这有一小块 对对对 是你的肉 先生 你好 欢迎体验我们的一个 手部清洁和指甲整理 现在给你用的是我们的一个蜂蜜灶 它是可以对手部进行一个滋润 可以简单清一下手部的放松 边上给你弄的时候也是这样是吧 也是用这种东西 他们一般不给你直接洗手 就是会拿这种东西给你擦去的 怎么样觉得还干净吗 我觉得不滑了 行可以了 行是吧 那就另一只手 还是用这个起下泡 行 翻过来 翻过来 我给你拿一张纸 我给你拿一张纸 先给你涂一下我们这个比较润的一个手油 行 手油 叫什么 润浮露 先给你涂一下我们这个润浮露 扣在这儿 让它先吸收着 另一只手 好 平时工作用那个键盘用的多吗 是啊 感觉这边有一点就是这位置感觉有一点 磨死了 对这边疼也有一点 但是感觉你这边情况比那边要轻一点 是啊 对看颜色 给你做一下手补清洁哈 行 先用我们一个特制的这个小棉签长得有点像牙签上面包裹着那个 棉 小棉 小棉絮对 然后可以用它来清洁一些我们的指甲缝 疼了就直升啊 嗯 其实你这里边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骨构 就是四皮比较多那种平时的角质 还行 你这指甲挺干净的 好 我会自己的黑 你又说自己这么弄吗 弄 我说没夹什么的我都弄 我自己在家都没夹了 对啊 有烤灯 就是女生的乐趣吧 对 这个基本上就是可以下岗换一个新的 嗯 另一只手 它里边就是一些浮魂灰 嗯 我说东北话你能听懂吗 基本上吧 听不懂 嗯 浮沉 哈哈 你平时留指甲吗 不留 不留 那你一般就是剪圆的还是剪平的 就正常位 就剪凸了为止 对 就平时其实可以多清理一下这个 你就是说 不是 直接 直接 行 不然它有的时候容易长出来 就是 修行啊 对 长长就长出来 好 稍等我再给你处理一下那个 这些位置的一些那个 消死皮什么的 先进上层去角质的这个磨砂膏 行 我感受一下 行 让它那个去软化一会儿 我给你涂这个手指 其实你这个属于角质还比较少的 就是比较好清理的 循环环色护理 同样是在用步骤嘛 这也是第一次用 他不会用这个东西啊 没有 这正常如果是你在这边有那种 像那种小的肉刺啊 直接就一铲就铲下来了 像你这个一般 你的手比较干净 没什么肉刺 我就给你刮刮你这指甲 上面的一些扶着的那种小角质 他们要用那条剪子吗 在那呢 下一步 这就都用得着啊 用得着 因为这些比较细的地方 那个剪子它剪不下来 疼失神啊 在右边用剪掉的比较多啊 我不敢剪 我怕你疼 它这个东西 你看它是有一个刀儿呢 然后戳完了 皮下不去就用剪子剪 你这几个手指里呀 也就这一个 需要剪一剪 不过呢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这有一个需要剪一下 行 这没用纸是不是 对 这个是纯棉的 然后比较稀水 这个边有点磨损 给你剪一下 我不太太剪 行 别你剪出血 就是给你指甲 搓搓形上抛个光 你有什么形状要求吗 还是剪短就可以 剪短 这个位置会疼吗 不疼 那边剪了呀 不敢给你剪太深 刮过那边的 给你剪下了 好 少修点一会儿 用那个条 用纸纸条 为你打 磨磨 对 你之前做过媒甲吗 做过 给你剖光呗也就 不会给你上了 烤灯吗 烤了 我忘了 就是那个 有紫外线灯 在那烤 有紫外线 那边是准备的 表面是准备的 不复完 你给我把 bueno 那边是准备的 嗯 可能会有一点 给你稍微修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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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修就行 给你稍微修就行 你这个形不太好看 可能给你剪短一点 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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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就行 行 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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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形状还行吗 形状还行 那下一步给你抛个光 给你抛个光 你看擦弯本亮 你擦弯一个你可以对比一下 给你抛个光 请关注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